Hello Friends! 我们今天和大家织这件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士的小洋装 它采用的是磅针和钩针两种方式啊 完成的非常非常的精致 而且织法并不复杂 这款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 我的身高1米65 体重88到95斤之间 穿着效果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后背是这样的 大家喜欢吗 马上就会借给大家它的编织方法 实际上这两款作品实际上是一件啊 大家看扣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款作品就是我们给和摩托一起拍摄出来的这款啊 这是相同的一件衣服 好的 实际上它的编织方法啊 极其简单 我们采用的呢 也是传统的 我们整片向上 大片啊 向上编织的手法 你看 我们需要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扣子啊 当时没扣 然后我们给它这样展开 你就会发现 哇哦 结合着勾针 简直是太漂亮了 看到了吗 我们整片给它铺开以后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它是这个样子的啊 首先来说呢我们起针的时候并没有包括底边这一部分啊 而且你已经发现了底边和它的左右门筋以及领边啊是一样的花纹是最后勾织而成的啊采用的是3.0的勾针 同学们近距离看一下 它非常的漂亮 每个人都能完成啊 好 首先来说 起针 实际上我们起针是这个位置啊 我往下把这块呢给它残忍的收进去 因为刚开始编织的时候没有涉及到它 哎 这才是刚刚开始编织的时候它所有的位置啊 首先 我们需要给它移动起138针 同学说哎呀 太瘦了 没关系啊 你们没有看到左右这个门筋吗 门筋的宽度啊 十多厘米了 两个加起来就二十多厘米了 它已经涵盖到整体胸围当中了 所以这个位置啊 没有必要起太多的针啊 好 138针 我们织什么呢 星星针 就是一针正一针反 第二行的时候 原来织反针的地方织正针 原来织正针的地方织反针啊 如此交错 你看这两厘米就是这个小小的小边缘啊 好 小边缘是星星针 那么你的左右两侧啊 同学们要记住啊 左右两侧我们实际上是各有五针啊 也是星星针 大家看 五针啊 这边啊 另外一侧呢 也是这样的啊 两侧都是 星星针 好了 我们这138针 往返往返向上 一直织啊 织的是什么花纹呢 中间这个花纹给同学们解线图 我们看一下啊 织法也非常的简单 顺便啊 顺便啊 大家把上面的这个图也要接下来 这是一会儿 勾织整个门金下摆 领边的这个花纹啊 结好 好了 织这个花纹 我们想想织多高呢 总的长度 一共给它织了20厘米 这个花纹啊 一共织了20厘米到腋下 但是 我们在整体织的过程当中啊 实际上它是先减的领口 明白了吗 就是两侧这个位置是先减的 也就是你刚知道16厘米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什么呢 就要先减它的 你看它这是从这儿减的吗 这是在这儿 还差一段距离呢 对不对 也就是总长度到16厘米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减 领口的位置啊 在这位置减针 怎样减的呢 把它放得整齐一点啊 大家能看得更加清晰 我们要给它隔一行减三针 减一次 隔一行减两针 减两次 隔一行减一针减三次 就是在你的领口的这个位置啊 它是一个很深的领口 记住了吧 好 按着这个方式减 剩下的针向上 直直直 遇到了这一侧 够了20厘米的位置的时候 这一侧要减针 这边是领口 另外一侧的门巾的领口位置啊 跟它的方法是一样的 同学们可以把这张图接下来 然后到另外一侧 也是这样的操作方式啊 大家记住 好了 也就是我们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啊 要先减领口 后减哪儿呢 后减一下的位置啊 因为我们是先到的16厘米 然后才到的这个20厘米 对不对 好了 页下的部分我们怎样完成的呢 首先来说啊 我们要取页的一侧 给它减去四针 这边减四针啊 你的左右前片 依然也是啊 各减四针 这边也是啊 减去四针 好了 剪完针之后 还有一个位置要剪啊 我们要可以好减一针 用给它剪六次 就是它的 平剪啊 你平收实际上这个啊 平收完之后 两侧啊 要这样剪针的 左右前片 依然如此 明白了吗 好 按这个方式啊 我们剪了针了 都剪了 那么你的后背片呢 是向上直着直的啊 后背片 一共向上直了18厘米 整个后背片啊 向上直了18厘米 从你剪四针 平收四针的位置算起啊 从这个位置算起向上 18厘米 好 剩下的所有针 都是向上直的啊 这18厘米不需要再增减了 因为你已经在这儿 剪过针了啊 剩下的只是 直着直的部分了 明白了吗 好了 这一部分完成之后 我们看啊 你的 左右前面 这位置你是提前剪了 真的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位置呢 也是在随着刚刚的 这个剪针形式啊 先剪了一个四针 然后这边剪的那个六针啊 剪完之后 剩下多少针 也是直着向上直的 明白了吗 这部分其实都是没有的啊 你中间 这一部分 剩下多少针 织够了总长度 过18厘米之后 就要做什么呢 看这也是18厘米啊 就要取它剩下的针数 和你后背片的中间这个针数啊 前片剩多少 就要在后背取多少 明白了吗 取出来的针数啊 直接的和前片织缝在一起 形成两个尖头的位置啊 好了 缝合两个尖头之后 大动作来了 做什么 我们要给它的整体的各个位置啊 我把它给弄好 同学们自己看 你看 它包含了领边 左右门巾和整个的下摆的部分 看到了吗 这些位置啊 都是钩织形成的啊 用到的是 啊 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这个 毛线了啊 用到的是3.0的钩针啊 是这样的钩针完成的 看 钩针呢 主要是钩这一部分啊 然后整体的部分的边针呢 用的是6号的直针完成的啊 毛线是四骨合成的 主要毛的粗线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了 然后 我还得给大家再看一眼 它拥有了多少线啊 毛线用量呢 一共是啊 一斤二两 600克应该 对吧 一斤二两的毛线 好 大家按照这个方式啊 缝合了前后键头之后 就来到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环节 你发现了吗 由于我们给它完成了边上这一点点的小的 锁 这个星星针 所以整体看起来啊 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漂亮 看 像一个袋子一样 对不对 好 完成它之后 我们要勾之之前 有几点我提醒大家啊 勾之的时候 我们在拐角的位置 大家一定要处理好 明白了吗 要让拐角这个位置啊 有足够的空间啊 能够将这个部分转过来 大家看 拐角的部分啊 我最担心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大家这个位置能够处理好 那么整体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啊 勾之的过程当中之前大家已经截了图了啊 知道怎样编织了 我现在把这一部分给大家近距离看 你可以自己数一下啊 勾针和织针之间的这个关系 它是每个多少针 然后有一个长针的变化 大家自己截下图来啊 好的 它无非是这个啊 长针所有位置啊 勾了第一圈的长针 第二圈的长针呢 是三针长针 然后隔了隔了三针啊 中间小辫子 然后下一组呢 它是跟上一组是相互交替的 然后最后一组呢 你看它是勾了一个这个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 勾了一个小辫子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又是有一组长针 然后又长针 然后最后是这样的啊 小牙我们叫牙针 牙是春牙的牙 显示这样的一个效果 同学们看 好了 勾制完它们之后啊 该提醒的大家已经知道了 然后我们就要完成哪部分呢 袖子的部分啊 袖子相当的简洁 大家看啊 袖子在整体的编织当中呢 并没有费太多的力气啊 它是从修口的位置起的针啊 这一位置我们一共给它起了多少针呢 看一眼啊 我们这个位置一共起了36针 看 袖子啊 36针 起完这36针之后呢 环形还是支跟正身一样的花纹 先支两厘米的这个星星针啊 大家看 两厘米的星星针 然后支跟正身一样的花纹 一路向上支 环形支啊 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要在秀业处 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要给它加针的 我们需要每14行 加一次针 一共加了6次 就是每隔13行 第14行加啊 在这个位置 一共两面都加啊 你看 这面加 这面加 两面都加的啊 也就是整体的针数 你增加了12针 这才对啊 你不能只在一面加 尽管你是环形支 但要考虑到这一点 这个标牌实际上讲的呢 也是啊 你单独支片状的时候的 加针方法 明白了吗 实际上 你在这个片的两侧 都要加针的 明白了吗 好 按这个方式加针啊 当我们的这个长度 来到42厘米 当然它不包括起针的位置啊 不包括这个边的 这个是两厘米的啊 星星针的边两厘米 然后剩下的这一部分呢 是42厘米啊 当我们将这42厘米完成之后呢 给它就要改支 片状了 之前我们是环形支的啊 片状是怎样完成的呢 你只有剪针才能够形成 对不对 首先我们将整个的针数啊 给它 其实上剪成了是8针 但是我们要讲的话 肯定是说4针了啊 这面4针 这面4针 直接一字形横着就把这8针剪走了 对吧 但是要包括啊 左右各4针啊 一定要记住 你要是在这个位置剪才行 然后在这 剪完针的这个7十针的位置 你看现在已经形成片状了 对不对 好 在片状的两侧 我们要给它 隔一行剪一针 隔一行剪一针啊 也就是每两行剪一针 一共剪12次 在这个位置 另外一侧也如是二 两边都这么剪 剪完之后 剩下的针平收 平收完之后 跟正身缝合在一起 前后片一样的 方法不复杂 对不对 给大家都讲清楚了 大家现在就都明白了 好了 再次给大家看一眼 上身以后的效果 非常漂亮 对不对 好 如果大家喜欢 觉得整个教程 对你哪怕有一点点的帮助 请帮忙点一个赞 非常感谢各位